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又來到潛西斯 講一下Bill的時間 看到這樣的設定 幾個新 Bill 跟大家介紹一下 早兩天跟大家介紹過這個 全新義獸家彩蛋 都頗精彩 也收到很多朋友的查詢 現在七師傅那邊也很繁忙 所以都沒有時間跟大家拍片 就可能等多幾天 今天就有這樣的設定 其實想跟大家介紹一下新 Bill 那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叫Suggest的牌子 其實這個牌子在這個頻道之前 都有介紹過 特別是陀飛輪 很多朋友都很有興趣的 但是這隻牌子除了陀飛輪之外 其實計時錶也出了很多 好像之前買到很便宜那隻 那隻什麼中國空軍的 很多朋友都有找我訂購的 這次這隻就不是中國空軍 是一隻計時錶 還有三個盤 是什麼樣子呢 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樣的 這三個盤是三隻眼都不同 很特別 通常看到這些牌子 第一時間都會想一想 究竟它是像什麼牌子 因為很多時候各產牌子 特別是第一眼看來 覺得很帥 通常都是很大機會copycat 這次看到又是挺帥 那我立即想一下 究竟它是copycat 哪一隻呢 那我就看一看 那三個盤都不同 顏色的 我自己印象中 我記得Synleaf好像出過一隻 那我立即上網搜尋一下 Synleaf的計時錶有哪一款呢 那我再看一看 真的有點像 那就是Synleaf那隻 Cornel Master 有一隻都挺類似的 雖然說類似 其實再看一看 都挺大分別的 一樣是銀白色盤 一樣是三個盤都不同 但問題是那三個盤 Synleaf就是深淺灰和藍 而且盤是大很多的 分別都挺大的 除此之外其他的細節位置都不同 只不過是眨眼看下去 那個感覺是有點像 因為三個盤都不同 而且有個黑圈 或者拼了大家看一看 我自己覺得有七成像 好了 Anyway 比較完了 我們回到今天的主角 這個Synleaf就是這樣 今次介紹一隻 它是銀色盤 其實它應該屬於銀白 又不可以有白 我相信應該是偏銀 因為一比較 大家看到 那個錶盤的外圈 那個外圈的測速圈 那個就是白 而一比較 那個測速圈是白色 而中間的盤應該屬於銀色 即是銀白 銀白偏銀 然後中間有一個秒圈 一個黑色圈 就是這個秒圈的感覺 就是有Cynle的影子 我自己覺得 當然還有三個小秒盤 三個盤的顏色 而這三個盤的顏色 它分別是銀色盤 在九點位 這個六點位的黑色盤 以及三點位的藍色盤 所以它也是三色 但是又小一點 跟Cynleaf是挺大分別的 再看看 整體來說 盤就是這樣 而它的黑度 都是立體字釘來的 也有夜光 夜光都比想像中好 其實我自己覺得 因為計時錶來講 夜光一向都不會太厲害 但是超級夜光都可以的 現在可以給大家看一看 而那支計時針 它是紅色的 看上去都挺搶眼的 整支錶不複雜 其實是一隻不大隻 如果強勁臂彎的朋友 可能有少少會卻步都不定 那這支是38mm直徑的 不是很大隻 脆脆脆有46mm 20mm Build II 它採用了海歐的ST1902機芯 是鵝頸眉條的 大家都知道 ST1901之前都經常介紹的 也有分鵝頸眉條和沒有鵝頸眉條 價錢都差一點 那這支是ST1902 也有鵝頸眉條的 那手動上鏈 這些我相信大家有看到 海歐的ST系列的計時機芯 是手動上鏈 防水方面 其實這些就不是什麼潛水錶 其實都是一般的 普通50米的生活防水 應該不是鎖霸的 我相信都是普通的推拉霸的 一般來說 這些錶都不會說 怎樣拿去游水等等 一般洗手沒有問題 手動上鏈 今天是38mm直徑 那個錶面 玻璃面都很帥 是一個卜面的藍布玻璃 整支錶是不複雜的 三個盤 分別是秒盤 30分鐘的計時盤 以及12小時盤 大致上這樣 這個就是ST1902機芯 厚度也不太厚 是11mm厚的 用得這個海歐ST系列的機芯 都是透底的 而這個Suggest也用很多 相比 比如說 別的牌子 比如說 這裡介紹的官神 Prosima 那些牌子 其實反而會少用 少出計時錶 Suggest 這個牌子我看到 都出很多計時錶 很多都是ST1901 ST1902 或者ST1906等等 所以我相信都蠻純熟 用這個機芯 用得 對 錶底就是這樣的 透底看到 錶底的殼 為主都有基本資料 寫著 寫上 ST19系列 手動上鏈 Stainless Steel 50米防水 錶底看來都蠻英俊的 而剛剛說的那個 藍布玻璃面 都蠻薄的 這個角度 在側面可以看到 是一個叫做 卜面鏡 而 霸底 這些不是什麼潛水錶 應該是推拉霸底 而霸底也有 Suggest的Logo 有一個S字 有些東西 不會說什麼都沒有 錶 錶不大 38mm 側面左右兩邊 拋光 正面位 拉絲 對 說了這麼久 可能大家覺得 這隻錶 跟皮帶 對 這條皮帶也不錯 是意大利牛皮 有些意大利的感覺 因為通常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 皮具那些 通常意大利的皮具 不論是 不會令錶大的 總之是皮具的系列 很流行 皮底是用橙色的 這隻錶 我不知道是否有什麼原因 是意大利皮 可能是意大利皮的感覺 看到它的錶底 是用了橙色的皮 對 說了這麼久 可能大家覺得 皮帶 如果有鋼帶就好 對了 其實這隻錶 有鋼帶版 當然鋼帶版 當然鋼帶版 如果給我自己 我自己都會選擇鋼帶 因為欠了三幾百元 真的沒有理由要皮帶 不知道或者叫鋼帶 再加上皮帶 不知道行不行 可能也可以 可能加少了錢 好 看看鋼帶 鋼帶版 是這樣的 OK 拼了鋼帶 其實都會英俊很多 因為其實看回資料顯示 如果這隻錶是皮帶的話 那個重量 是不是很重的 就是70克 這樣也很輕 其實 但一加一條皮帶 皮帶版 大概是135克 即是雙倍 所以其實皮帶的感覺 都會頗聚手 一隻做到兩隻的重量 我相信 鋼帶版 就是這樣 但是和這隻錶的鋼帶 都有一些賣點 就是鋼帶的扣 扣位的 其實下面 就是一個PUSS button 可以有微調 就是叫快速微調 按個按鈕 就可以退出 這個其實 在國產錶來說 錶帶就少有的設計 是一個賣點 我自己覺得 是一個賣點 按個按鈕 就可以退出一點 方便有時候夏天 就 會是手 脹脹一點的時候 可以鬆一鬆 這樣 這個不錯 不用每次都要改大 對了 鋼帶版就是這樣 都幾不錯 給大家看看 鋼帶版 整天錶的感覺是 很帥氣的 橋位也是實心橋 質素都OK 除了銀色面 三色盤之外 還有一隻 是黑色盤 它叫做 反面紅貓 就是這樣 黑盤的話 那三個小尾盤 都是白色的 看起來 會比較傳統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覺得哪個顏色漂亮呢 坦白說 其實我自己覺得 好像黑色比三色更漂亮 不過 可能三色的感覺 是有一點鮮烈的影子 但有鮮烈的影子 有鮮烈的影子 它又不是這麼大 小小的 反而黑色的 反面紅貓 感覺又好像脫離鮮烈的影子 一樣都有鋼帶 不知道大家覺得 黑色漂亮一點 還是銀白色 漂亮一點呢 最後給大家看看 先看看是夜光 其實這錶的夜光 不是像潛水錶那樣厲害 但問題也不差 那些黑度 都是一個超級夜光 是一個藍夜光 效果就是這樣 黑度和時分針 再加上那三個小尾盤 那些小針 都是有夜光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 Suggest的三色盤 計時錶 再加上這個 反面黑面的紅貓 好 以上就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影片的朋友 記得Like、Subscribe 和Share 那些幾天 就和七師傅 再繼續拍二壽錶的時候 再和大家一起見面 好 今天就這樣 拜拜